第二次进入朝鲜作战 这个时候我就去连队 去找去了 找人连队 那个是打仗 那个不是都有花名车吗 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的等 我后来又付了三次伤 一次被活埋 所以我就记住 再找一找他 因为我和他不一样 我家里兄弟哥哥姐姐都很多 他就是这么一个 他母亲 因为这个苏北 那个日本少党的时候 他那年大概十八岁了 他母亲晚上给他 拽在他手说 儿子你应该去当心区 那么多人都去了 你为什么不去 他不是想不是不去 他是舍不得他母亲 他没有父亲了 他要照顾他母亲 所以他母亲就说 儿子日本人不打跑 哪有家 没有过哪有家 你为什么不去当新市军 谁让他才去的 这是个很明白的母亲 所以他又当了新市军 后来又当了八楼军 他这种精神 这种承诺 这种内心的愧疚 支撑他一辈子 何宗光自战场上和排长匆匆一别 从此再无消息 因为战争激烈 何宗光极次负伤 等到再次返回战场时 已经寻找不到二排长的任何踪迹和资料 离别时 排长的伤势很重 究竟排长是死是活 至今在他心里都是个谜 当时他虽然心里惦念 但因战争还没有结束 何宗光只能继续投身于战斗中 但对于排长的承诺 他一直没有忘记 二十岁的时候 正是上岸林战役的时候 我奉命指挥了三个年 打了这一仗 消灭了他二百三十多人 俘虏了十几个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写了一首歌 为什么我要写这首歌呢 多少年 我就是这里面有个战士 他是这个班里面唯一的共产党员 我一直就忘不了他 前面两个战士扛着红旗 这个运文团授予我们的红旗 代表着我 把这个红旗插上 告忘山顶 前面两个战士都牺牲了 他接过红旗 往山上爬 因为他后来 头部腹伤以后 血把眼睛都扶住了 根本看不见 看不见就是凭记忆 他就往山顶上冲 爬 等到我三分钟以后 我到达这个山顶的时候 我看了看他 他已经牺牲了 他把那个红旗为了不倒 就这么抱着 这个红旗不倒 战场上对共产党员来说 就是一种信念 一种理想 进宫前不是都在坑道里面吗 各个班都在这讨论 那运文团就 他们不熟悉 就跟我说 你问问战事人 他们对祖国有什么要求啊 需要什么 最后这个战事叫叶本礼 就跟我说 说这个何彩慕 你要是能够回国 活着回去 你就告诉祖国人民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祖国知道我 只要祖国知道我 只要祖国知道我